大家的加油声中 Selina哭了 虽然没有得奖 不过Selina像是发表 得奖感言 自己都开自己玩笑 因为其实Selina 这个庆功宴结束 没有休息的 要准备赶飞机 去新加坡巡回演唱会 而庆功宴的另一个主角 则是不断下跪的纳豆 好 接下来这一回事 今天表现非常亮眼 非常强眼的纳豆 原来纳豆在颁奖典礼上 不小心将下个奖项 得奖者爆出名字来 搞得大家不断猛亏他 因为我第一次颁奖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紧张 然后后来看到那个 我想打开 怎么不是节目的名字 然后我就下意识地把它念出来 然后念到两个字的时候 我刹车可是全世界都听懂 我在讲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说完蛋了 然后我就想说 哇 明天就死定了 然后可是 我就真的很抱歉 这不是故意在博版面 用这个博版面博太大了吧 纳豆澄清真的不是博版面 不过这个片段 想必已经成为 今年金钟奖 经典中的经典了 我的天 AoN 通往一步 为何银花票是你啦 金钟奖